讓我開始在全憤怒 說 12月12日 我接受了一個確定罪証 在Downing Street 19月19日 2020 我立即承諾 我向美國人致歉 隨著醜聞越滾越大 反對派呼籲強身 應該要請辭以示負責 而週四下議院的議長霍伊爾 也會針對此案進行辯論 判定強身是否刻意誤導國會 表決要不要提交調查